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 恢复的都挺好的 但是下巴摸起来还有点麻麻的感觉 然后脸呢还没有完全消毒 但是再过几个月应该会好很多了 大家跟我一起期待吧 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然后身边的朋友呢知道我做手术的人呢 就说我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因为特别自然不是那种特别尖的追字脸 就是一看就是特别不自然但特别瘦那种 就是说知道的人都说我的手术就特别成功 然后说朴院长的那个肌肤非常牛 然后不知道的朋友呢就说 那个怎么最近突然就是越来越漂亮了 然后有的人呢甚至还问我你是不是失恋了 然后脸怎么说那么多 然后反正总的来说就是挺开心的 然后大家都说变漂亮了 生活上的变化呢就是以前呢我职业是摄影师 然后拍一些什么化妆品啊衣服啊那个展示品 然后也经常拍一些模特儿 但是呢我整完以后呢就从那个镜头后面跑到镜头里边去了 然后就是有些人呢看见我在网上上传的照片 然后就主动找我拍照片啊然后做模特儿 然后觉得整体的变化来说呢 一呢就是很多人夸我漂亮 然后第二呢就是钱比以前真的更多了 就是这两点印象特别深 然后最后呢我想对于所有爱美的朋友 还有关心整形的朋友们说呢 如果你要整形的话呢 第一呢就是选择一个靠谱点的医院 然后有责任心的医生 然后呢当然了水平也要一流才行 然后呢其他的就是 嗯 如果你每天还像我以前那样 每天对着电脑看别人的帖子 看别人整形以后变漂亮的照片 每天只能羡慕别人 如果你还是心动不行动的话 那你永远只能做就是羡慕别人的那一个 如果你看到我今天录的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赶快给医院打电话联系咨询吧 那么下一个让大家羡慕的人就是你